好 欢迎回来 在上一节的进讲班 我们关于第一大章第四节第一幕 有关于水处理相关的考点进行的复习 并且结合了第二幕 相关于沉井施工技术进行的部分的讲解 本节课我们接着讲沉井专题 汉字四 下沉施工 这部分上一节进讲班实际上我术语解释过了 汉字括号不排水下沉 那就说明下沉的时候井里一直有水 双括一 沉井内的水位要符合施工设计控制水位 井内的水位不得低于井外水位 这好理解 实际上我们不排水下沉 就是通过井内水体的自重 或者是通过井内的水压 来抵御外部浮力的不利影响 所以你井内的水位不能低 你要比有井外的水位低的话 那外部的浮力就比你井内的水压要大 那么这个浮力一旦大了呢 下沉又受到不均匀的浮力影响 又容易偏斜开裂 所以呢水位要够 下沉如果有困难的话呢 根据内外水位井底的开挖几何形状 下沉量以及速率 地表的沉降等监测资料 综合分析调整井内外的水位差 说明这个水位差 它不是随便调的 它有依据 那么这个依据能考多选 也能考案例的问答 依据的是内外水位 还有呢井底开挖几何形状 下沉量 速率 地表沉降 这五大要素 要能达得出来啊 那么流动性土层在开挖的时候呢 要保持井内水位 要高出井外水位呢 不少于一米 好 到了本讲 我们已经学到了两个一米了 一个是我们后节井壁模板安装 它要距离地面的高度 至少一米 现在呢 我们这部分呢 流动性土层开挖 不排水下沉呢 保证井内的水位高出 井外水位不少于一米 那井内的水压 比外部的浮力要大 那你个沉井下沉就稳定了 是吧 如果呢 少于一米 可以考案例改错啊 应该不少于一米 好 汉字括括三 沉井下沉控制的双括四 沉井下沉的监控测量 半括一 下沉时 标高 轴线位移 每班至少一次 考选择 那么每次下沉稳定以后呢 一定要进行高差 和中心位移量的计算 换言之 它沉的位置要对啊 就把它偏 第二 中沉时呢 每个小时测一次 严格控制超沉 你不要沉的太多 就这个意思 然后沉井峰底前 自沉速率 要小于 每八个小时十毫米 我们当然希望 它自沉小 自沉慢 否则难以控制嘛 所以肯定是小于 每八个小时十毫米啊 半括三 如果发生异常呢 加密测量 对啊 有异常情况的话呢 我们的测量频次要多啊 这部分呢 频次要加密 第四个 大型沉井要进行 结构变形 和裂缝的观测 这个沉井越大啊 它的下沉越难控制 而下沉难以控制 树立不均 越容易产生变形 所以越是大型沉井 你一定要去看它的机构变形 而进行观测 而一旦它变形过大 就容易裂 所以还有个裂缝观测 大型沉井有这两个 这一句话就能考多选 有这两个观测的对象 或者说内容 可以考多选题 好我们看 14年呢 意见的这道单选 关于沉井下沉监控测量的说法 错的是 A 下沉时飙高逐线位 以美班至少一次 教材原文 B 封底前自沉速率 应该大于吧 大于不是好事啊 是应该小于 每8个小时10毫米 数字倒是对的 对吧 8个小时10毫米 但是应该小于 那答案就是B 因为找的就是错误的事 异常就是应该加密量测 对吧 监测的间隔要变短 监测的次数要变多 大型的沉井呢 要有这个变形和立分观测 都没问题啊 所以我们这一题 应该选的是B选项 答案是B 解析我们就不多了 好汉字后终四 辅助法下去 这里面的很多种方法呢 是规范当中的原文 换言之 有的时候沉不下去 你要有一些辅助的方法 来减小下沉阻力 哪些方法呢 选择案例都能考 第一个 沉井外壁呢 采用阶梯形 减少下沉摩擦阻力 可以吧 就像这个图一样 我们井壁下面宽 上面窄 那在下沉的过程当中 等于上面的井壁和图体 它不挨着 它不挨着不就没有图体的阻力了 那整体的阻力小 下沉不就顺利了吗 就这个意思啊 可是如果我们就是让它阶梯型的井壁 独自使用的话呢 又有一个危险的预兆 因为由于上面的井壁和图体之间不挨着 中间就是空的 中间是空的 图体的压力释放就容易塌下来 一旦塌方 图体埋下来 使得我们的沉井下沉受到不均匀的硬裂 又会歪斜 因为图体都是见控就算的嘛 你现在我们的井壁和我们的图体不挨着的话呢 那土一旦塌下来了以后 就容易造成沉井下沉过程当中受力不均的问题 又会歪斜开裂 那咋办呢 所以我们在井外壁与图体之间 又有这个专人随时灌黄沙 用均匀的黄沙灌入 有的同学那不是白瞎了吗 有的同学这么想的啊 他说这个阶梯型井壁好不容易减少了母阻力 你把黄沙灌进去不又有阻力了 那你这个辅助法下沉不就是白瞎了吗 没有用吗 有用 因为我们黄沙的这个沙粒和我们的井壁基础啊 它产生的是滚动摩擦 它比我们的井壁直接接触土体产生的滑动摩擦还是小 所以减小模组仍然能够实现 再加上黄沙挡在这呢 土就没地儿可塌了 防止塌方 对吧 也就防止了陈井的外协开裂 所以一举两得是一定要灌黄沙的 当然灌黄沙人家也有讲究 灌黄沙也得均匀对称 防止灌黄沙使得我们的井壁受力不均啊 所以四周灌黄沙的高差不超过半米 目的就是为了均匀对称 所以他这份的灌黄沙也得均匀啊 他两边的这份的高差不能超过半米 还是为了均匀嘛 是吧 是不超过半米啊 如果超过可以考案例改错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种呢 用触变泥浆套组成 你一看这个泥浆就知道润滑简祖的呗 这道好理解啊 解释一下 通过井壁管路呢 向外壁呢 注入泥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相应的示意图 它不是有管路吗 对吧 所以顺着这个管路呢 注入泥浆 然后就使得我们的井壁四周呢 形成一个泥浆套 那么就可以降低井壁的模组 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这里呢 泥浆润润坚祖的同学们呢 理解上到没什么困难 但有好学的同学曾经问过我 什么叫个触变泥浆 那是因为不动它 它是固态 接触了才能变为泥浆 因为沉井望下呢 一旦沉井过程当中 有个相对运动嘛 但它就有接触 它就会变成泥浆 起到溶化金属的作用 解释一下啊 就尤其它的核心框料 还是个泥浆润 它分散于水中呢 泥浆润的水溶液呢 呈固浆状态 但一旦沉井下沉 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趋势 一经触动呢 泥浆润的水溶液 马上就变成了流体状态 这叫触变泥浆 因为触动变成泥浆 当然了 它的性能是外界的因素 一旦停止左右 水溶液又会变回固态 那么这种叫个触变性 那么这种泥浆呢 叫个触变泥浆 好 第三种辅足下沉呢 叫空气木柱层 这个空气木柱层呢 在这我有示意图 也给同学们补充示意一下 这个沉井的下沉深度越深呢 我们都知道 它的井壁与土体的模组力 摩擦力的合力就越大 所以下沉越深呢 我们齐测模组力越大 这个时候我们用空气木的措施呢 是能够减小井壁与土层之间的模组力的 目的就是使沉井顺利下沉到实际标高 那方法具体的操作呢 实际上就是井壁内呢 浴霾一定数量的管路 实际上呢 我们也有啊 你看这都是浴霾的环形管 浴霾的管路啊 包括我们还有呢喷气孔 有气刊 浴霾一定的管路啊 然后呢 我们看还有这个井壁呢 还有浴霾的树管 有浴霾的环形管 我们还有浴霾的树管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浴霾的管路呢 管路上都留有小孔 都是留有小孔的是吧 都有小孔 那么这个管路上 绿对的小孔呢 往广内压入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 那么就通过这个小孔呢 向井壁外喷射 你看这都是气流的方向啊 这都是喷射的这种气流的方向啊 包括管路这里呢 喷射的气流的方向 所以呢 它通过这个小孔向井壁外喷射 形成一层空气帷幕 那样呢 从而降低了井壁与土层之间的模组 讲明白一点啊 就是用我们的高压空气 用我们的压缩气流 破除土地阻力 或者说抵抗土地阻力 注尽下沉 对吧 它就等于呢 多了一个载体 通过我们的压缩空气呢 来抵御阻力 使得我们曾经下沉顺利 也就是那个道理啊 所以只叫个空气木组成 理解这就可以啊 好我们看16年 我们一届这道单线听 曾经下沉当中 不可用于减少模组的事 空气木 灌黄沙 触遍泥浆都能够减少模组 是属于辅助法下沉 但有同学说 郭老师你就讲这三个 教材不有四个吗 还有个爆破 那是我们教材编给自己下编的 规范当中没有这种爆破的 所以它不会考啊 那么我们BCD都是辅助下沉 都是可以减少模组 就这三种方法 但是排水下沉呢 它是一种下沉方式而已 它是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呢 把井内的水给它抽干 然后呢 干风底 那么它这个排水下沉呢 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的人和机具 能够进入沉井内作业 所以它采用排水下沉 排水下沉这种下沉方式 本身没有办法减少图体的阻列 减少不了的 所以我们选的就是A嘛 不可用于减少模组 而BCD都能够减少模组 是吧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A 没问题 几期我们就不一个的读了 好 能考选择也能考案例吧 19年一键这道案例的节选 我们一起来看看 按照批准的进度计划 先集中力量完成 瓦埃井的实用作业 实际上当年的这个瓦埃井 就是沉井啊 按沉井预制工艺的流程 在已测定的圆周中心线上 铺设粗沙和D 然后采用定型钢膜 进行刃角混凝土交入 为防止瓦埃井下沉困难 向外部预先制定了 下沉辅助措施 那是瓦埃井的粘土是吧 好 当年的第二题 按照沉井预制工艺流程 写出D的名称 你想这个电层上面 铺的D 铺的是什么 那不就是电木吗 对吧 铺设的沙电层 上面就是电木 所以D就是一个电木 然后这个项目对于 刃角是否需要加固 为什么 因为这部分呢 这个题目就考到了 一个刃角的考点 需要加固吗 不需要 因为你的地质情况 是鱼泥制的粘土 你用机械开挖 就能够满足要求 背景这里有说要用爆破吗 它有没有坚硬磐石 不用炸药 不用炸药的话 就不需要保护 不需要加固 不用掏钢板 不用掏钢板 所以我们就和教权上知识点 能够联系上 不需要爆破的 好 当然第三题 下沉辅助措施 那你就答教材上原文就行了 阶梯形井壁 别忘了写灌黄沙 你不要只写阶梯形井壁 还灌黄沙 还有空气木铸成 还有触边泥浆套 都可以吗 写出关键词就给满分了 是吧 我们都写出来了 同学们能够理解自己可以 基本的原理咱也都讲过了 好 下沉到位以后呢 就涉及到一个风底 汉字五 陈井峰底 汉字库湖一 甘峰底 补充一个对比啊 陈井的甘峰底呢 操作人员就可以下井施工 我刚才说的 它对应的是排水下沉嘛 里面没有水的人就能下去 质量容易控制 但是井外水位如果比较高 井内抽水以后 会有大量的地下水涌入井内的话 或者是井内土体的抗减强度 不足以抵抗井外较高的土体重量 它会展成减切破坏 使得大量的土体涌入 那么这个时候 陈井因为不能稳定 那就必须用不排水下沉 用井内灌水 采用水下风底 通过井内灌水的井内水体 把整个井给它压住 压稳 保证我们陈井下沉的稳定和顺利 等于是消除外部浮力太大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也就讲到了 干风底和水下风底 不同的应用条件 而在上一节经济版本来我们就讲了 排水下沉和不排水下沉的 使用条件 教材原文 这个条件是能够考选择题的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条件写在 案例背景资料里 让你去选择下沉方式 或者是风底方式 理解就可以 那么如果在我们22年的 案例背景资料里 它说井外水位较高 而如果要是抽水 如果它容易造成我们的大量 地下水涌入井内的话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用水下风底了 那你选择这种方式 那就是两份 因为不能用干风底的 就这个意思 好 双括一 回到教材上 在景点降水条件下 施工的沉井呢 要继续降水 对啊 别忘了 我们是干风底 那你要保证井内一直无水 因为井下有人作业 防止水烟人亡 所以你必须要连续降水 保证我们的安全 那么连续降水有什么要求呢 它是稳定的保持地下水位 距离坑底 不小于半米 这个不陌生吧 我们从道路部分 一直讲到我们的水池部分 都是要把水位降到坑底以下 槽底以下 管底以下 勾底以下 都是至少半米 对吧 这样的话保证我们井下作业人云的安全 那么尤其是地下水系 它会得到补给 水位会重新上升 所以更要求你的降水不能间断 连续降排水 要保持地下水位 永远是在我们的坑底以下半米的 然后呢 沉井封底前 它要用大石块把刃脚垫石 这话是对的 好好的用石块把刃脚垫石干什么呢 因为马上就要封底了 这个沉井就不能动了 不该它动的时候就别动 所以要用石块把它垫起来 防止它突然下沉 第五个 封井前要设置泄水井 对呀 它不是干封底吗 有水一定要给它泄掉啊 那么什么时候泄水井才可以封掉停止降水呢 所以可以考案例的问答 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缺一不可 一个是底板混凝土的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等级 也就是说底板混凝土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 强度满足要求 第二个呢 本身尸体满足扛腹要求 那就说明这个强度呢 又有了抵御外力的能力 再加上又满足了扛腹的要求 它就不会被浮力的影响下 被它泡得浮起来 就不会歪掉 就不会开裂了嘛 因为如果没有满足扛腹要求 外部的浮力太大 就容易把这个井给它泡得飘起来 相当于浮起来以后容易歪斜开裂 那我现在满足的扛腹要求 就抵御了浮力的影响 对吧 消除了它的不利的影响 那我就可以停止降水了 所以两个条件啊 一个是强度要够 第二个满足扛腹的要求 那么方可封田泄水井停止降水 两个条件达到之前 也一定要连续降水 泄水井不能封 必须两个条件达到以后才能封 就这个意思 好就像我们这个示意图一样 我们现在的这个左边的这个A图 就第一幅图啊 它是没有地下水的风铃 换眼神没有地下水的风底啊 它没有地下水的影响 你就直接封在就行了 那这部分呢 你看啊 从上到下 一钢筋混凝土的底板 然后二三 就是我们的素混凝土 混凝土层 然后往下四呢 实际上油沾层 那起到防水的作用 最后才是我们电层 那么A是无地下水 但是我们现在呢 有个问题 B这个图啊 是水下混凝土的底板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是不排水下的对吧 B这个图啊 是水下风铃 而只有C这个图呢 才是干风铃 排水风铃也就是干风铃 因此我们左边这个 也就是中间这个图 B这个图 是不排水的水下风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底下 我们水下风铃呢 也就是我们要有个导管 浇注水下混凝土 那么这井里面真的是水了 它就不像我们 钻孔灌入装金的那个泥浆了啊 而我们现在主要去看 我们最右边这个图 才是我们契合 刚刚教材原文的干风铃 这个干风铃 风铃的时候呢 不能有水 有水要给它泄掉 所以在底板这个位置啊 我们留的 这就是一个泄水井 对吧 那井内设置这样的一个泄水井 而且不端 不间断的去抽出积水 排气 目的呢 就是保证井内没有积水 是干的 这样的话呢 我这井内就有作业人员 可以施工 它这个泄水井啊 一直要保持到 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也就是说 有水就要给它抽掉 有水就要给它排掉 这里呢 我们就要有个泄水井 一直保证我们的这个降水 保证我们的地下水位呢 是在坑地以下 半米的位置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我们的这一个底板啊 直到我们的这个底板 符合我们设计要求的强度 这是第一个 底板的强度要做 第二个呢 整个井体 满足扛幅的要求 这样的话 才能把我们的泄水井 给它封掉 才能停止降水 否则在这之前 都要不间断的 排水 抽水 好 我们刚刚看到试验图了 也能看看 现场的实景图片 这肯定是干风景 因为人 能够在井下作业 包括我们的洞口的位置呢 实际上就是 预留管线的 进出口 因为我们这个沉井呢 你别忘了啊 我们现在这做的是 地下或半地下机构的 水处理构筑物 这些水泵房或者是机房 水要进来进行处理的 水怎么进来呢 是从管道里流进来的 所以它这里呢 一定要留我们的管线 相接的接拨口 要给它留好 是吧 你看我们这份的钢筋 都已经绑好了 对吧 很明显混凝土还没交 那么这也是干风底啊 因为我们井下 没有水嘛 人可以作业嘛 对吧 这也是干风底的一个现场 很明显钢筋有了 一个混凝土还没交啊 好我们看 13年我们意见得到单选地 采用排水下沉施工的 沉井风底措施当中 错的是 哪个是错误的 哎 风底前设置泄水井 对呀 这不是排水下沉吗 排水下沉那就是干风底 是吧 干风底就是应该有泄水井 没错啊 但是在风底前 你停止降水 那就错了 你一定要连续的降水 啥时候才可以停止降水呢 等到我们底板混凝土 强度达到设计强度 那你在风底前停止降水 那太早了 我们是要等到底板混凝土 都要达到设计强度 那不都是风底以后了吧 还要满足扛服的要求 才能够停止降水 所以你风底前太早了 那答案就是B嘛 C 风底前井内要没有山洞水 对呀 干风底嘛 风底前要用石块 把认角垫石 防止它突然下沉嘛 这也是叫它原文 对的 所以我们错的就是B 答案应该选B选一下 没问题 好 有干风底呢 就有水下风底 我们看汉字呼唤水下风底的双矿物 水下混凝土风底的交出顺序呢 要从低处开始逐渐向周围扩大 这没错 我们叫混凝土都是由低向高 因为我们先把低部的混凝土 给它交掉以后呢 对于高处的混凝土是一个支撑 如果它先把周围的混凝土先交掉 它就会往低处呢 滑它容易离析 所以不能把周围高处的混凝土先交掉 交掉以后它往下滑的时候就容易离析 一定是把底部混凝土先交掉 起到了一个支托作用 再往周围的高处去扩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滑塌了 这个顺序给大家记住啊 井内如果有隔墙底梁或混凝土 供应量受到限制的时候呢 要分仓对称交中 因为你供应量受到限制嘛 本身没有多少量 那你就要分仓去交 因为一个仓体需要量就少了 在你供应量紧缺的时候呢 你就少点交 当然了仍然要对称 使得井体呢 受力均衡合力 分仓就是一个仓体需要量少了 正好你供应量也少 才能满足我们现场的条件 供应量少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分仓交少一点 那么对混凝土的需要量就少 对称呢受力均衡合力 你看啊 我们这部分的导管 在交注水下混凝土的时候 井内是有水的吧 这就是不排水下层 水下风底 好双括六 每根导管的混凝土呢 要连续交注 那是保证我们 风底混凝土的整体性 连续性 然后呢导管埋入混凝土的深度呢 不宜小于一米 好 它的导管也要在埋在 混凝土贯住面以下 还是为了怕导管 拔出混凝土贯住面 还是为了保证 风底混凝土的连续性 好 至少埋住一米啊 最终交注层的混凝土面呢 要求略高于四级高层 类似于超贯的概念 我们先同意解释一下啊 风底混凝土的交注 连续一次交注完毕 这样的话呢 整体性良好 就保证了我们混凝土的交注质量 为了防止导管外的水 进入导管呢 所以要获得比较平缓的 混凝土的一个表面铺度 所以我们的导管下端 一定要插入混凝土内 一定的深度 多深呢 至少要埋住一米 同时呢 最终交完的一个混凝土面 要比我们的世界高层 多贯一点 因为还是表面的混凝土呢 比较松散 强度比较低 所以它也要求超贯 一个道理啊 跟我们的装机的这个原理类似 好 就像我们这份的示意图一样 你看我们的导管底部啊 一定要在混凝土灌注面 以下 至少一米一处 墨地呢 我们都已经解释了啊 你只有埋在混凝土里面 才能防止导管外的水进来 而且这样交注呢 有个比较平缓的表面坡度 埋得深一点呢 表面的坡度容易控制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同学们能够理解啊 这个时候水下混凝土 因为混凝土的灌注面 上面真的是水 它和我们钻孔灌注装 装机上面是泥浆还不一样 它上面真的是水啊 这叫水下混凝土的灌注 好我们看18年 一键同考这道单选 关于沉井不排水下沉 水下风底技术要求的说法 我们找正确的是 A选项 保持地下水位距离坑底 不小于一米吗 不小于0.5吗 B 刀管埋入混凝土的深度 不宜小于0.5米吗 埋入深度不小于1米啊 所以这俩数字写反了 那就都错了 是吧 C 封底前因设置泄水井 有同学说 郭老师对了 刚刚13年的正题 这个选项就有了吗 那肯定是对的了 不对 当年就有考生误选了C 一分丢得很可惜 看体验 单独这一句话 你似曾相识 拿出来它单独是对的 但是它文不对题 答非所问 题目问的是 不排水下沉 水下风底 那你设泄水井 那不是干风底吗 那你这个是水下风底 你不符合题目要求啊 所以近些年 我们选择的命题 选择题很喜欢玩这个话招 你单独看一个选项 它是对的 但是由于它文不对题 所以错了 因此C是干风底 题目问的是水下风底 C就是错的 因此只有D是对的 对 胶柱顺序 就是应该从低处开始 逐渐向周围扩大才对的 所以我们这些答案 应该选的是D啊 对吧 解析我们就不用一个的读了 好 再往后看双控器 水下风底混凝土的强度 达到四季强度等级 曾经能够满足 扛腰修食 这俩条件同时满足 方可将井内的水给它抽出 这话是对的 本来这个井里面的水呢 起到了一个压重的作用 把这个井给它压住压稳 等到我们的强度也足够大了 达到了设计水平 然后呢 满足康复要求的 两个条件都满足了 这个时候 我井体本身就有了抵御外部浮力 不利影响的能力了 它就不需要你井内的水去压重了 这样就可以把井内水抽掉了 是吧 而且凿除表面松散的混凝土 对的呀 我们刚刚不是说水下混凝土的风底 它也要高处设计比较高吗 它也要超贯吗 就是因为它的顶部混凝土松散强度低 是吧 所以到了这里 把它超贯的那部分也得凿掉 然后就可以进行钢筋混凝土的底板施工了 别忘了 你水下混凝土的风底 用的也是素混凝土 风底混凝土是不配金的吗 素混凝土那表面给它凿除之后 保证剩下来的风底混凝土的强度 是纯混凝土了吗 那它强度就足够了 然后在这上面 再去做钢筋混凝土的配金底板 对吧 才能进行底板施工 好我们看20年一线这条单选 关于沉井施工技术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在粉溪沙土层采用布排水下沉时 井内水位应该去高出井外水位 0.5米吗 这个A不对 这部分的流动性的土层开挖时 保持井内水位高出井外水位不少于1米 你这个0.5米太少了 至少要1米 B 沉井下沉时 需要对于我们的沉井标高轴线位移进行测量 这不教材原文吧 我们当时就说这俩词还能单独考多选 C 大型沉井要进行机构内力检测 以及裂缝观测 看上去好像 但是C选项有误 大型沉井要进行机构变形 不是内裂 是变形 以及裂缝观测 对吧 应该是变形吧 我们不是说大的沉井容易变形吗 解释过的啊 所以是变形 不是内裂 D 水下风底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5% 方可把井内水抽出 错了 满足两个条件 这强度也是不够高啊 水下风底混凝土强度要达到设计强度等级 那要100%啊 而且还要满足扛扶要求 这样才能够把井内水抽出 又少又错 那D肯定不对 那这题就应该选B 对吧 锦绣就不一个的读了 好至此 本讲内容呢 就把沉井的专题全部讲完了 那么我们这个沉井的专题还是容易考案例 包括选择题也是一个主要的高频考案例 那么到了这儿 沉井的专题呢就结束了 下节课我们将回到第一幕第二条 讲一讲积水和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绝大部分都是选择题的 好 本讲内容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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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